父母的财产和收入到底要不要告诉子女呢? 65岁的张大爷退休后又出去打工挣钱,除了退休金一万八台币,他每个月还挣三万六台币,但是他对女儿守口如瓶,从来没有提起过。 后来张大爷过生日,女儿和女婿来吃饭,这使他更加意识到多亏没有和女儿说自己的真实收入。 我们走近张大爷,听听他的诉说,我干了一辈子的财务工作。 退休后,我的退休金是约一万八台币,比上班时少多了。 我的老伴多年前就下岗了,后来我们自己交的养老保险,他的养老金比较低,只有六千七百台币。 我和老伴两个人的退休金合起来,才遇到两万五台币,这让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。 这些钱吃喝是没有问题的,但是如果遇到生定这样的大事,那就麻烦了。 说到这里,肯定有人会难闷,你一辈子就没攒下点钱吗? 别急,听我慢慢地说。 我家只有一个女儿,女儿没有考上大学,只读了个技巧,回到了县城一家工厂上班。 本来,我一个同事的儿子看中了女儿,我们准备结为亲家的。 可是女儿却和她一个同学交往密切,后来告诉我们,她和这个年轻人在谈恋爱。 年轻人是大学毕业的,毕业后进入了我们县城的事业单位工作。 年轻人的家在我们县城西部山区下面,还有两个弟弟,日子应该过得比较拮据吧。 这个未来的女婿家庭一般,但是我和老伴都非常支持女儿的选择。 在我的心目中,我非常尊重有知识,有文化的人,觉得他们素质高有涵养。 女儿结婚的时候,本来他们打算租房子的,但是我和老伴还是掏出了所有的积蓄,给女儿首付了一套40平的电梯房。 女婿非常感激,她对我们说,爸爸妈妈,你们能拿出两百多万来给我们买房子,我们非常感激,以后我们会给你们好好养老的。 我和老伴非常欣慰,我们只有这一个女儿,我们肯定得指望女儿养老啊。 女儿结婚后,每当我们去他们家的时候,我们从来不空手,当时我的工资还比较高,我们都会买上牛肉或羊肉,还会买上女婿喜欢喝的一种果汁,专门送给她喝的。 女儿和女婿的态度都很热情,因为她们知道我们经常给她们买东西,就省了她们的生活费。 女婿甚至说,将来等我们老了,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,就让我们去她家里住,在她家里养老。 我们听了心里暖呼呼的,觉得自己这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啊,遇到了愿意给我们养老的女婿。 女儿家有了外孙以后,都是老伴帮着带起来的,老伴带孩子那几年,我们出钱又出力。 外孙上了幼稚园之后,还是由老伴接送孩子,外孙上兴去搬,学钢琴和学口才的费用也都是我们出的。 那些年,我的工资基本上贴补了女儿家。 说到这里,大家应该明白了,退休后我们的手里几乎没有积蓄,我一个月一万八台币的退休金,真的让我们心里发慌了。 由于我一辈子从事财务工作,有相关的证件,我就寻思着得再出去找份工作干,趁着现在身体好,得抓紧攒点养老钱啊。 很快,我打听到了一个老朋友的儿子开了一家公司,他们正想找一个有丰富财务经验的人过去帮忙。 我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以后,老朋友的儿子非常满意,他希望我尽快过去帮他把财务工作理顺。 他招聘了几个年轻的大学生,但是缺少实际工作经验,让他非常交心。 我干了一辈子财务工作,最大的特点就是耐心,细心而又严谨。 虽然我已经年过六十,可是只要工作起来,我就特别投入。 老朋友的儿子看到我把财务工作干得井井有条,所有的账务都弄得清清楚楚的,他非常满意,给我开出了一个月三万六台币的高薪。 我非常珍惜这次工作机会,我得对住人家给我的这三万六台币呀。 那天,女儿和女婿带着外孙来我们家里吃饭,我也刚刚下了班,老伴炒了好几个菜,我们一起吃饭。 那几天,我工作稍微忙碌一些,有些疲劳了,我就倒上了一杯红酒,也给女婿倒上了一杯。 这时,女婿问我,爸爸,你退休金多少钱呢? 我随口说了一万八台币,她说,哦,那比上班的时候少了不少啊。 我说,我们毕竟是企业,肯定由于养老保险交得少,所以现在就领了少呗。 女儿和女婿一听我的退休金只有一万八台币,他们明显感到有些失望。 女婿说,爸爸,你这一万八台币真不多呀,那比起以前来少多了,那是不是咱们的生活水平也得下降了呀? 我有些失望,女婿的意思很明显,那意思就是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大把花钱帮他们了。 这时候,老伴正要张嘴说话,我知道他想说什么,他肯定是想告诉女儿女婿,我又在外面打工,一个月挣三万六台币。 我在桌子底下把老伴的脚踩了一下,又用胳膊肘戳了戳他,老伴看了看我,我们对视了一下,老伴点点头,什么都没有说。 女儿和女婿走了以后,我对老伴说,我就忘了嘱咐你,咱们可不能把我在外打工挣三万六台币的事说出去呀。 如果女儿和女婿知道了,再花我们的钱怎么办? 我们以后养老那可就困难了,老伴也点头秤势,毕竟我们手里没有钱,心里发慌啊。 从那以后,有的时候,女儿来了,看见我不在家,就问我去哪里了? 老伴就告诉他你爸去找老朋友聊天了,或者说你爸去公园散步了。 慢慢地我发现了一个问题,女儿和女婿都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我们热情了。 以前的时候,女儿还会给我买件衣服,或者买点老伴喜欢吃的水果拿过来。 当然,我们从来不会让他白花钱,我经常给女儿发个一千两千的红包,可是现在很少给我们买东西了。 有一次,我们去女儿家的时候,是空着手去的,去到之后,女婿先看了看我们手里是否拿东西, 当她看到我们什么东西都没带的时候,她立马表现得非常失望。 她甚至连茶水都没有给我们倒,把我们晾在客厅里,她自己就回了卧室,再也没有出来。 我和老伴坐了一会儿就赶紧回来了,回来的路上我和老伴说,你看明白了吧? 女婿还说将来给咱们养老,门都没有啊,现在知道我的退休金低了,就开始这样冷落我们。 如果我们真的需要人照顾的时候,他们会管咱们吗? 老伴摇了摇头说,真是事态炎凉啊。 以前你挣钱多的时候,他们对咱们很热情,因为经常给他们花钱,现在知道你的退休金低了,就开始对我们冷眼相待。 我安慰老伴说,咱们不管那些了,先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好,多攒点养老钱,这才是正事。 从那以后,我和老伴再也不给女儿家买东西了。 我们得好好地攒养老钱,没有老本,怎么养老啊? 不幸的是,老伴在65岁那年,突然查出来得了肺癌,由于那几年老伴身体一直很棒,我们也没有考虑查体,这成了我们永久的遗憾和痛苦。 老伴查出来的时候,已经是晚期了,早已失去了手术机会。 老伴是在医院里走的,住院的那两个月,我给公司的领导请了假,我说了家里的特殊情况。 他们非常理解我,说等我什么时候想回去上班的时候,随时欢迎我回去。 那两个月,我依不解带地照顾老伴,女儿有时候来替替我,让我休息一会儿,女儿在工厂打工,我也不能占用她太多时间,毕竟她也得挣钱养家糊口。 女婿只是象征性地过来几次,她从来没有问过我老伴的医疗费怎么交。 手里的钱够不够?她都是借口工作忙,有时来病房里一站,停留个三五分钟,马上就走了。 一天,老伴对我说,咱们以前怎么那么傻呀?干嘛拿出两百多万给他们买房子呀? 你看他们现在对咱们的态度太让人伤心了。 我赶紧安慰老伴说,我们把钱已经给他们了,就不要后悔了,再说也没有给外人。 放心,咱们手里的钱足够你治病的。 后来,女儿送过来了五万台币,我们的心里才稍微安慰了一些。 不在于钱多钱少,至少她得知道孝敬父母。 当时我甚至都想过,要是我手里的钱不够给老伴治病的,我就把房子卖了。 我家的房子是四十平的,还是学区房,附近有菜市场,位置非常便利,我打听过能卖四百万台币。 可是还没等到我卖房子筹钱治病,老伴就走了。 老伴走后,我的日子孤单而又难过。 我天天坐在家里面对着老伴的照片,默默流泪。 女儿回来看我过我几次,安慰我要好好吃饭。 我流着泪对老伴说,老伴啊,你把我一个人撇下了,你知道我多么难过吗? 我决定要走出悲伤,我知道只能让生活充实起来,我打算继续去工作。 我这几年挣的钱都给老伴治了病,我迫切地需要再多挣点钱养老啊。 我去了公司,还好我只是耽误了两个来月的上班时间,一切都还能拾起来,所有的账务我都还比较熟悉。 公司里有员工宿舍和食堂,我就在公司里吃,下午我也不想回家了,我就在公司里住。 晚上的时候,我除了去办公室嫁衣会班,我就和门口传达式的大爷聊天下盘棋,日子倒也充实。 有时每隔十天半月的,女儿会给我打个电话,她问我怎么样了,我就说很好,让她不用挂电。 每年的阴历五月十六我过生日,头一天,女儿就给我打了电话,她问我想要什么礼物。 我的心头一热,充满感激,虽然说以前女儿让我很失望,可是到关键的时候,还是女儿亲啊。 我连忙说,女儿,不用给我买什么。 我一个人吃的用的都很少,以前你给我买的衣服也都还没有穿破,你不要花钱。 到了五月十六的下午,下了班后,我就赶紧回家了。 我把家里打扫了一下卫生,我出去买了一个大蛋糕。 不一会儿,女儿和女婿都来了,破天荒地,他们竟然给我买了一大束鲜花,这些年从来没有过的事呀。 女儿还给我买了一件羊绒衫,女婿给我买了两瓶好酒。 我一看更纳闷了,女儿和女婿难道良心发现,他们知道感恩了,知道要好好孝敬我了吗? 我从饭店里要来了几个菜,女儿打开了生日蛋糕,我们先吃了一块蛋糕,垫垫肚子,然后开始喝酒,庆祝我生日快乐。 酒过三旬,女儿看到我很高兴,她吞吞吐吐地说,爸爸,今天我们来和你商量一件事,我妈已经走了,你能不能把房产过户给我呀? 反正这房子早晚也是我的,倒不如现在就先给我。 我一听,心里一惊,我愣住了,我还活得好好的呀,女儿为什么就让我现在把房产给她呢? 这时,女婿看到我没有说话,她也急了,她说,爸爸,你身体不错,虽然一个月一万八台币的退休金不多,可是也没有什么拖累。 对,你有房子,也许过不了几年,你就会找个老伴的,到时候,万一人家来和我们争房子怎么办呢? 女婿的话让我的心里一片冰凉,老伴走了,我的心里还正难过着呢。 多亏我出去打工,忙起来就暂时忘记了悲伤,我哪有心思去想着再找个老伴啊。 可是现在女儿和女婿竟然怕我走那一步,她们先下手为强,要把财产先据为己有。 我当时就非常生气,我觉得呼吸都有些急促了。 我这才明白了,女儿和女婿为什么花钱给我买生日礼物了,以前她们可是从来没有这样,原来她们有目的呀。 我想了想,对女儿和女婿说,你们替我操心不少啊。 你妈走了以后,我天天思念她,你们现在倒是先来操心这套房子了。 我现在活得好好的,活蹦乱跳的,为什么要把房子先过户给你啊? 有这样的道理吗? 女儿看见我生气了,她小声地辩解说,爸爸,我也没有别的意思,我们就是怕你要是在找老伴,当你百年之后,财产方面会有麻烦的。 我一听更生气了,我说,实话对你们说吧,你妈在我心里的位置,谁都没法代替。 我是不会再找老伴的,但是这个房子,我现在也不会给你们。 女儿和女婿看到我的态度非常坚决,他们满脸羞愧,匆匆吃了几口饭就走了。 我看着满桌子的杯盘狼藉,看着吃剩的蛋糕,我老泪纵横。 我对着老伴的照片说,老伴啊,你看看,这就是咱们的女儿和女婿,他们来要房子了。 这时,我更加庆幸,多亏我从来没有告诉女儿女婿,我在外面干活挣钱的事,要是他们知道了,还不天天找我要钱呢。 我这一步走对了呀,那一晚,我彻夜失眠,我想了很多很多。 我知道我的养老只能我一个人来面对了,女儿和女婿很可能指望不上了。 老伴走后,我的退休金也几乎花不着,因为我在公司里吃住。 在公司里,每月的工资我都一分没动,我的卡上也攒了一部分钱了。 但是我知道,我不可能在公司里一直干下去的,毕竟年纪摆在那里,我打算再干个几年我就得主动辞职。 可是我手里的这些钱,可能还不够养老的。 因为,如果我生病住院的话,我得花钱雇护工啊。 我们这里护工一天就得一千四百台币。 我能依靠的,只有这座房子了。 我做好了打算,马上就把房子卖掉,省得女儿和女婿惦记着。 既然他们心里根本没有我,我也就没有必要把财产留给他们了。 再说,我给他们的也不少了,对得住他们了。 但是,毕竟卖房子是大事,得经过女儿同意,我得提前让女儿知道。 我以为女儿也许会反对,她知道后,却没说什么,只是表示卖房子时,她会配合我办手续。 卖房子这件事对女儿触动很大,我发现她的眼圈都红了。 我把房子挂到了仲介,不到半个月就卖出去了,和我预想的差不多,卖了四百零九万台币。 房子卖掉了,我打算给女儿一部分钱,这时,女儿哭了。 她说,爸爸,现在房子卖了,我才知道这个家彻底没了。 我非常难过,我反思了自己,如果以前我们好好对待你,你不会卖房子的。 我们太自私了,对不住你了。 爸爸,你放心,以后我会好好孝敬你的,把以前的过错全部弥补过来。 妈妈走了,我们爷俩才是最亲的人呢。 女儿没有要卖房子的钱,她说让我留着养老。 我的心里再一次掀起波澜,女儿终于懂事了。 以后,她有困难时,我还是会帮她的, 只不过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没有节制地为她们花钱了。 我只带走了衣物,家具家电送给了新的房主。 我在公司里常住了下来,我打算再干三年,我就辞职不干了。 现在我的手里有五百多万存款,再加上每月一万八的退休金,养老应该没问题了。 我已经打听好了,在市里有一家养老院,条件比较好,我打算就在那里度过余生了。 还好,我还能继续工作攒钱养老,我也多亏有这套房子,以后会安度晚年。 女儿和女婿对我也比以前强多了,他们经常来公司看望我,逢年过节就把接到他们家里住几天。 女儿毕竟是我最亲的人,我在心里早已原谅了她。 她多次表示,家里宽敞,不让我去养老院,我说先看情况吧。 如果以后真的在女儿家养老,女儿和女婿好好对待我,我会把这五百多万台币慢慢花给他们,毕竟我住养老院也得花钱。 但是我不会一次性给他们的,在这里给老年朋友们提个醒,我觉得退休后,只要还有工作能力,能干就多干一点,这样不但充实生活,还可以给自己多攒点养老钱。 再就是,自己的经济状况不要轻易告诉子女,尤其是房子,一定不能提钱给子女。 当你手里有钱的时候,才会有尊严,自己的晚年才能自己做主。 但愿我们都能安度晚年。